國家衛生研究院規劃在竹科竹南基地 擴建國家級疫苗廠 加速疫苗研發跟疫苗緊急量產 開發案下午在環評大會修正通過 國衛院表示 這對未來研發緊急量產疫苗 幫助很大 生產線不夠 實驗室也小 國衛院疫苗研究中心 雖然肩負國內疫苗研發的重責大任 但因設備不足 難以發揮最大戰力 為此國會院提出擴建國家疫苗廠 與建置國家級傳染病檢體資料庫 環查案下午進行審查 開發單位承諾 會降低感染性廢棄物侵運的風險 若有實驗材料為感染性廢棄物 生產當日就會完成高溫高壓的滅菌 案件最後修正通過 不過有環評委員認為 廠區樹種得太少 要求加碼 所以還是請你們考量 至少增加一倍了 國衛院承諾遵照換體表示 接下來會花四年新建兩年驗證 也強調擴建後絕對能改善新冠肺炎 期間的窘境 有助推動研發與緊急量產疫苗的工作 院長梁根毅補充有足夠的生產線與實驗室 也可加速快篩試劑的驗證 另外相信未來對於罕病與癌症相關疫苗的研發 也是潛力無窮 記者們吳家寶台北報導 城濟地貿易 中文學院藝術